美国智库发布关于003航母的高清卫星照片 从照片中我们看到 003航母马上就要完工了 最近几年不止我国空军事业发展迅速 我国海军发展的势头也很迅猛 中国军舰们接连不断的下水 中国航母的发展也令人喜笑颜开 现阶段我国正在服役的航母一共有两艘 并且我国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第三艘航母 003航母 对于003航母外界有很多争议 但随着江南造船厂放出新消息 这些争议自然不攻自破 美国智库发布关于003航母的高清卫星照片 从照片中我们看到 003航母马上就要完工了 目前航母舰岛就摆放在造船物中 相信很快就会把舰岛安装在航母甲板上 估计003航母很快就可以起航了 其实还有一个关于003航母的争议 就是003航母到底是使用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 之前有些网友认为 我国的移动核动力系统刚刚发展 还没到可以建造核动力航母的阶段 因此003航母应该是常规动力 另一些网友则认为 003航母的吨位比辽宁舰和山东舰大得多 还是用电磁弹射装置 因此采用核动力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今我们可以从照片中看到 航岛处有烟道口 说明003航母仍然需要蒸汽动力系统驱动 说明其采用的是常规动力 可以肯定的是 003航母也确实采用电磁弹射器 照片中也能看到 板处有明显的电磁弹射器痕迹 这与之前两艘航母的滑越甲板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003航母一旦问世 我国的航母事业又会向前迈出一大步 虽然003航母仍然采用常规动力 但就目前我国海军的战略部署而言 常规动力航母更加合理 且与核动力航母相比 常规动力航母的修整时间更短更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 马伟明团队开发的舰船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 其实已经解决了常规动力的耗能问题 因此003航母才能使用电磁弹射 且冬位还比辽宁舰和山东舰大 当然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 我国海军实力也在不断加强 肯定会继续研制核动力航母